当我们遇到上升机会的时候,都希望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是升卦却主张,在某些时间,某些阶段,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转赠给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升迁。 真是为什么呢? 那么升卦中究竟蕴含了哪些神妙玄机,而升卦又给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指出哪些不同的上升之道呢? 一个人有升的机会,当然不能放弃,因为时一变,很可能想要升也升不了,那不是很遗憾吗? 可是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在什么处境,你在什么阶段,你在什么职位,你应该把握哪些要点?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升道。 升卦,它的六个窑,全部都要有升的意思,否则就不叫升卦了。 我们先从初六窑看起,允身大吉。允是什么意思?允是诚信。 它怎么会诚信呢?你看看,它以初六来乘九二。 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基层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顶头上书处得好。 你看初六是基层的员工,九二就是他的顶头上师,叫做基层主管。 九二他要成功了,你不要不高兴。 为什么?这非常简单道理。你跟你的顶头上师是什么关系? 有好几种变化。一种是你把功劳都表现给上面看,你把能力尽量的让上面赏识。 最后呢,你把你的顶头上师取而代之。可以啊。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一直表现比你好,老板对我信任,哪一天老板把你换掉,我上来了。 这种做法一生只能做一次,没有第二次。 因为以后谁看到你都怕嘛。谁要敢用你呢?我搞得没有前头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能力要表现。我有功劳啊,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要想抢头。 这就是看不起上面的人。因为上面都很糊涂。上面人不糊涂的。 谁在抢功劳,谁真正有贡献。如果他都看不清楚,你也不要追随这样的老板了。 这样就很清楚了嘛。第二种,我表现。我很能干。我功劳不给别人。 最后把我伸上来,跟我的顶头上师平起平坐。 好不好?当然不好。 因为毕竟他是你的老上师。 别人看起来,你跟他平起平坐。 你最起码要让他三分。 你最起码要尊重他。 那这样平起平坐也是假的嘛。 所以这一招也不好。 但是很多人是习惯这样。你看,我先不输给你了嘛。 那有什么用? 其实真正会升迁的人,你就看这个升卦就知道了。 我把所有功劳都做给顶头上师。 我并一点功劳。 我有人也不让上面看到。 然后呢,你的顶头上师就升光了。 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九二,你升了光以后, 你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就是把初六也提拔上来。 因为他是靠你才升光的。 他知道我升了光以后下面是空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么能干嘛。 都是你的表现。 把功劳让给我,我才升光的。 所以我二话不说,跟老板讲。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把它提升上来。 因为我们两个合作得很好,那你就上去了吧。 所以隐身大吉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你的顶头上师捧上去。 他升的越快,对你越好,才会大吉。 所以小象讲,隐身大吉,上和至也。 上就是指九二。 你要跟九二自同道合。 你要尽力去帮助他。 初六就是树木的根。 你要把你这个树根啊,吸水,上供, 谁都没有看到的,谁看到。 你看那个树根,埋在地底下。 默默无闻,尽量白天晚上都在吸水。 他没有表现,他只是把那水分供给上面, 一上面才能发展。 那你就是最了不起的初六。 虽然有基层员工初六窑的全力支持, 但是作为基层干部的九二窑, 如果要想成功进生, 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 你看九二,它是不单位的。 单位你就不用那么努力去生了嘛。 就是你不满意,你还想改善,你还求上进。 所以那个水它是往下流,但是人是往上走的。 那往上走,那你怎么能单位呢? 可是九二有个好处,它虽然不单位, 可是它跟上面六五相应,一阴一阳嘛。 各位要知道,一个六五,他能够放开心胸, 他能够充分信任九二,全力支持他。 这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九二稍微有一点不诚心。 第一个怀疑他的人是谁? 六五。 六五一想,我给你这么宽容的东西。 你还这个样子。 第二个是谁? 初六。 初六一想,我全力支持你。 结果你搞你自己的东西。 你完全没有按照公司的这种理念去走。 那我跟你讲的不糟糕吗? 所以九二最最需要的就是 诚信。 你一诚信,六五,持续的,而且加强的,信任你。 初六更加协助,那你就很稳固了。 非常稳固。 所以小象说,九二之佛。 佛就是诚信。 有喜耶。 九二,他为什么要诚信?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得到六五的赏识跟信任而已。 大家想想看二五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是君,一个是臣。 二是大臣。 四是进臣。 那个赤随到位置高,它是进臣。 不一定超过九二。 你想看六五要做事情,它是叫四去做呢? 还是叫二去做? 你如果从现在的体制来看,上挂是中央,下挂才是地方。 中央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你的诚信。 因此,你如果你的诚信会让六五真正的觉得可靠, 那当然是大为可喜嘛。 这样大家才知道, 为什么像福建、广东这种离开北京很遥远的地方, 有很多满族的人住那里。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你一想就知道。 当初满京统治全国的时候,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边缘的地区。 那里面汉人有什么洪水草洞,我都不清楚嘛。 所以他一定把他最亲信的,他的皇族, 那分一部分到那边去。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定要记住, 要让六五对你不怀疑。 他全力支持你。 一是乎初六, 就会更加放心的全力支持你。 那你整个的深道, 就会很坚强,很实在,很长远。 有了上层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基层员工的全力配合。 基层领导九二窑的进程之路, 可谓是一帆风顺,前途光明。 但是这个时候, 生挂的九三窑却突然提醒我们, 要提高警惕, 甚至要开始怀疑。 那么当我们春风得意,快速上升的时候, 究竟需要怀疑什么? 警惕什么呢? 九三不太一样。 他的谣词告诉你, 生虚异就没有了, 就不说了。 你看初六有大鸡, 九二无咎, 九三呢? 他不讲鸡也不讲凶。 《易经》它是每件事情, 他都跟你说得清清楚, 他不会忘记的。 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本来是鸡的,我忘记了。 不可能。 他不写鸡,不写凶。 就是告诉你, 他的结果是不一定的。 你看九三, 他是阳俱阳卫, 很刚健, 很有实力, 而且他上面三个阳都是虚的。 他一升上去是没有抵挡的, 那我那st主义 الأ important。 该还说, 但 UC echt är he Cuando he söyle etme Sicht más! Kawe would enough for and he follow him! 那升得太快了, 可能方向偏了, 升得太快了, 可能得意忘形了, 升得快了, 可能被人掌握了 被人利用了 那最后自毁虔诚 都有可能 所以他是告诉你 身虚欲 下面都不讲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他只有三个字 三个字呢 意义才是多的 小象说 身虚无所遗也 无所遗就是你啊 一下忘记了自己是谁 你什么毛病都呈现出来的 你要有所遗 有所遗就说 怎么会这么顺呢 那你就反而会得到吉祥 你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我是能力所能及的 就是大好的机会啊 然后你没有欲力 快步向墙 真的如露无人之地 无人之地啊 他也有两种状况 从现在要记住 任何事情 他都可能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敌人躲起来的 那你没有看到 就等你伸入以后 然后整个人包围起来 这个在打仗的时候经常用的嘛 我故意说这里 我一个兵都没有 你一进去 你才知道通通站起来的 早就埋伏了 你想跑一跑不掉嘛 所以当一个人觉得太顺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疑了 怎么怎么顺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 我没有看到的地方 就对了 第二种呢就更惨 是人家根本不拿你当一回事 你要进来就进来嘛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嘛 那你想想看 你还有什么价值 当一个人 做到没有人把你当敌人的时候 你不要高兴 你就是一无所有的 真的一无所有的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 怎么同行也不嫉妒我一下 怎么也没有人批评我一下 也没有什么样 这个时候你更要提高警觉了 升卦的下卦三摇提醒我们 当我们还是基层员工 或是基层小领导的时候 要时刻提高警惕 不能升得太快 否则会自会前程 前功尽弃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升卦的上卦 成为公司上层领导时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升卦的上卦三摇 都主张哪些上升之道呢 而高层领导们 面对健身时 又该怎么做呢 六四 王用祥与祺山 鸡无咎 不算鸡而且无咎 这个厉害的 王子谁啊 是周文王 你看周西伯 他当时就在齐桑的地方 他居然 他可以去记祥 那时候是谁在当家 是桑纣王 那你凭什么去记呢 难道人家不会打小报告吗 难道人家不会栽赃 说你有旁边之心吗 可见周西伯 他是一种冒险 但这种冒险呢 他是很有保护的冒险 他已经做到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尽量地想办法 要顺着 咒王 希望他改善 来照顾 天底下的 百姓 可是咒王没有做到 第二个 他底下的人 包括 所有其他的诸侯 都拥戴他 说你再不做 那谁来做呢 他完全是义不容辞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不做的话 那你这个身 不是等于放弃了吗 我们已经讲过 在身挂是没有人可以放弃的 在一片大好的时候 你不身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很有实力 你要看准的时机 你要选用震荡的方式 然后你就伸给他看吗 你就伸给这王看吗 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小象说 王用详以其善 顺势也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顺其自然 而不听其自然 六五 征集 升阶 六五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他信心不足 他第一个法语是谁 第一个法语就是九二 你是不是势力强大了 你想把那个矛头掉过来 对我了 你看六五对六四 就是上座王对周文王非常不放心 那不放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九二不可靠 你们这些九二都跑去捧六四 你九二应该归心于我六五 你们跑到六四那边去的 所以当你表现得很好 你的同事通通到你这来 我讲最白的话就是说 过年的时候 同事都不到老板家里去拜年 都到这个部门经理家里去拜年 这个部门经理怎么当 我问你怎么当 六四就是这样 所以周西伯他要革命 他要带动整个的 把这个周王推翻掉 他也是一股势力 情势所逼 再加上他必须当人不让 他是冒最大的险 但是积无咎 可是六五呢 六五他假定能够做到征集 征集就说好了 你们既然需要这样 那我就改过来了 那我就对九二始终维持 高度的信任 那这样一来的话 所有的贤年都会跟到我这来 就不会跑到六四那边去 但是现在张周王根本没有做到 所以顺势也 周文王只能顺应自然 你该做的你不能推烂 再困难再痛苦 你都要做 因此你就会跑到六五来 征集 升阶 他就升阶了 他革命就成功了 征集就是知人善任 用人不移 所以小象说 因为你知人善任 而且用人不移 所以大德至也 你的帝王的至业 就可以顺利完成 你的大志能够完成 是因为你在六四的阶段 你持尽骨头 你该做人一定不推迟 然后你才有办法 有一天你会顺理成章的 变成六五 那你要记住 要征集 你才会升阶 升阶就是变成 升阶的阶梯 而不是障碍 就是我们常讲的 它是你的垫脚石 而不是你的绊脚石 每当来到最后一摇的时候 一经里的很多卦象 都会提醒我们 物极必反 匹极太赖 一定要适可而止 但是升卦却并非如此 那么升卦的最后一摇 有哪些主张 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升卦是要升到底的 你要升到最后不升了 那你还不如当初就算了 那不白干了 那白辛苦了 所以它提醒你 民生立以不息之争 先看这个不息 什么叫不息 就是不停止 不停息 持续要往上升 那这样不是人 不知道四可而止吗 不是贪得无厌吗 那最后不是害死自己吗 没有 因为整个善念 它是坤卦 它都是虚的 那你人在虚意当中 你应该明白 你所要做的 其实都是在品德方面 而不是在行动 因此你得性 不停地修养 才是民生 民生就是说 我已经到极限了 我有行的工业 我是可而止 但是我自行努力的 就是我无行的得业 我要持续地赏心 我想这个卦 对现在很多 他赚到了大钱 失业已经很有成就的人 其实是最好的一遥 你跟现在很多人 他赚了很多钱 他事业很成功 他有很得力的干部 然后他就怎么样 就打高呼球 然后出国是理由 天天看有什么名牌 最后把小孩宠坏 那生了以后就困了 那干嘛呢 所以你有钱 你不操心 你有人替你代劳 你就应该看民生 利于不习之整 就是你有那个 不可停息那部分 你要去努力 你多读经典 多修养 多照顾 你的周遭的人 对社会 多奉献一些爱心 那你还会停息吗 你不可能停息的 而且你只有这样做 你的事业才会持续的 可发展性 所以小相讲得很清楚 民生在善 消不复也 消就是下降 复就是大业 消不复也 我民生慢慢的起来 我呢 用我的德 来使它持续的发展 就不会 使我的大业 突然间 会下降 但是奋斗的目标越大 你所遭遇的困难 一定越多 所以赶快要看什么 看困挂 困的时候 就是要脱困 这个脱困 一定要先处困 处困之道 是我们读完生卦以后 我们必须要紧接着 要加以研究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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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